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喔 我們在寫入文的時候會有栽要 還有什麼感謝函啊什麼的 那目錄的頁碼要使用羅馬的數字123 內容開始 我們內文就是我們的報告內容 才可以從123開始 那一定要每頁最下方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目前我們的頁碼只有一種 我先把它收起來 這一顆 下次如果你在公司做企劃文件的時候 把你的報告文件做完 要給公司的同仁看的時候 你應該這個 第一個 把這個收起來 收起來 這樣看到畫面比較大 第二個 Ctrl鍵壓著滾輪往前 這樣人家在看你的企劃書看起來才不會那麼累 如果要操作怎麼辦 點這一顆在 顯示索引標籤跟握的所有命令 那如果點這個就有點嗆啦 為什麼有點嗆 這個不是更好嗎 萬一你去上個廁所 現場不會大家會很緊張 握著這邊操作 被他搞爛了 所以有時候我大概只會留在這個 有時候講到一半別人插手 他看到這個他會操作 如果你把它切成這個 大家會覺得很緊張 因為大家對不走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目錄囉 操作鍵壓著滾輪往後 看一下喔 好 這個format 這個1 2 3 4 我們的文章從這裡開始 理論上這裡應該是阿拉伯數字1 這裡要羅馬數字 編號要不一樣 OK嗎 正式的論文就是這樣 我們的內文是從農曆春節 這裡呢 要阿拉伯數字 而且要從1開始 那上面這裡呢 目錄區要使用羅馬數字編碼 要分兩段 那這分兩段的時候 注意喔 在這裡 在最後面這裡 來來來來 在內文的上面這裡 你要給他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呢 叫做什麼 分節 那個分節在哪裡 在版面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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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這個 在版面配置這個 透過這個分節符號 這個分節不是章節的第二個層次節喔 這個節因為字一樣 你要把這個分節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你聽懂嗎 分節符號就是 前面是一段 後面是一段 我們分開來算 你看喔 我在加一個分節符號喔 有看到下一頁嗎 我在哪裡加 一定是在內文這個位置加 來開始囉 在哪裡加 版面配置給他一個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老師 點下一頁這裡多一個空白 你按Delete刪掉就好了 上來來來看一下 我加了一個分節呢 那怎麼看見 常用標籤這邊有個 上次有教過這一顆 有印象嗎 你不點還真不知道這裡有個分節符號 這一顆喔 只有這個時候才會出現 這叫 顯示隱藏 編輯 有了這個以後呢 好 就可以給他不同的編號 上面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123 我可以改成羅馬數字的喔 怎麼改 夜碼在哪裡加 在這裡加 就在這裡改 那在夜碼的地方就會有個什麼 夜碼的夜碼 格式 你看見了嗎 你看見了嗎 來點起來 預設是阿拉伯數字對不對 你就告訴他 欸不好意思齁 人家說目錄區要使用什麼 接著接著接 羅馬數字這種的 按確定喔 那其實夜碼是不是從1開始 確定來看一下 所以這裡 這個1不是阿拉伯數字的1喔 2就會長這樣喔 3就會長這樣喔 4就會長這樣喔 就叫羅馬編碼 來往下 老師這裡怎麼不見了 對 這裡再來加 來來來點這裡加 點這裡喔 點這裡 點這裡呢 夜碼 插入什麼夜碼的什麼 這要從阿拉伯數字 那 有沒有看到一個0開始的 老師為什麼會有0開始 你可以知道從1開始 不出來了齁 為什麼不出來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出來 因為封面液在干擾 我們的封面液有一個功能欸 你記得嗎 封面液其實這裡有個編碼叫做0 它不出來 當你加了封面液以後 當你加了握的封面液以後呢 這個地方沒問題 因為這裡叫做0不出來 OK嗎 那1 2 3 羅馬數字這裡沒問題喔 可是碰到內文的時候呢 這一頁就叫做0不出來 你聽懂我在跟你說什麼嗎 0不出來 所以這裡就變成什麼 2 喔 我這邊不是射1嗎 你要記得嗎 這邊射這個 來 我再改一下 來 再改一下喔 來 我這邊從07 假設我是從0開頭 0開頭 反正在這一頁就不會看到它 這裡呢 就變成1 誰在干擾 封面液在干擾 所以才剛一來我就跟你講 如果你要寫入文的時候 請你封面液另外做 欸 這樣其實我們做完了欸 上面一段 所以如果這邊你下次要這樣做的話 封面你給另外做 封面你給另外做 那轉成PDF 再使用PDF 軟體把它合併在一起 這是使用握的封面一定會碰到這個問題 OK嗎 這個 這個 來 那這邊你看一下喔 所以呢 回到目錄頁 來 按右鍵 更新功能變數 你看喔 有沒有看到這邊0開頭的 這個0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他跟你講說 一開始就跟你講 那這個呢 這個封面這目錄是沒問題的 我們再整理一下喔 我們在Word呢 要把 目錄區跟 內文區本文區分成兩種頁碼 第一個 在哪裡做 在內文的上面這裡要給它一個什麼 這個 透過這個我才可以說 上面那一段是 羅馬數字 下面那一段開始是 阿拉伯數字 這觀念有吧 那這怎麼加的 從哪裡加的 板面配置的哪一個 這個 加進去的時候還真看不見喔 要在哪裡 把這打開才看得見 你看見了嗎 喔 這時候如果你滑鼠 不要移在這裡 老師 我不要羅馬數字啦 我要A B C的 那點在這裡怎麼辦 A B C 從這裡插入在哪裡改 葉碼在哪一個 你家 你這邊可以改A B C喔 你高興改什麼A B C 所以剛才羅馬數這個就變什麼 C啊 為什麼C 這邊是B啊 這個是A啊 那下來一點 這是阿拉伯數字喔 沒問題吧 點這裡 怎麼修改的 你也可以改啊 老師我想改其他的可不可以 這裡都有改 當然不會改其他的 不然在改種的啦 老師各位接續前一頁 接續前一頁就是 前面是12345 接下來就67890 就不是一頁 通常是 因為不同的區段 OK嗎 那這裡的頁碼之所以錯 就是 封面頁在干擾 所以我一開始我跟你講 如果你在寫 寫專題報告的時候 封面頁要另外做 就不會出現這種問題 你聽懂嗎 那等下你先試看看 好整理過囉 所以等一下你要去哪裡 做什麼知道吧 在內文 我講的已經夠囉嗦 請你把這個加起來 分解符號 從這裡加 那常文表現 建議各位把這個打開來 你在編輯的時候 列印文件的時候 這個字是不會出來的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這個按鈕 你可以一直開著 不用關 來 方各位試了